浪漫进行到底2022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七夕晚会倒计时的活动 接下来又请来了一位好朋友 来有请周深 七夕快乐 七夕快乐要喝点糖 哇好多吃的 哇要吃奶干 真的可以吃吗 真的当然可以 先喝一点 真的可以喝吗 刚才听你排练的时候再唱 真的可以 当然当然 这是我们倒计 哇好甜啊 就像七夕的爱意一样 送你一个七夕可爱的小喜鹊 这是我们总台的文创产品 七夕节 这好可爱 还有这个折扇小鸟 一二三四五六 成双成对 七啊 怎么有一只是单着的呢 在这个节日 欢迎周深 应该是第二次来参加我们的七夕晚会 对对对对 第二次来的 而且第二次来的都是昆明池这个地方 对对对 去年我印象也是在这里 对吧 今年我知道你的节目很精彩 因为在你来之前 我们先采访了和你合作的舞蹈演员 威娅的两位老师 对对两位老师 他们好辛苦 好棒的表演 好厉害 但我就唯一的担心 因为他们的表现也很精彩 会不会你在前面唱歌时候分心 我也担心这个 因为所以我在唱的时候 我都没有 没有办法去分心注意他们 因为我也想把我自己的这一部分完成好 我们一起完成好这个节目 但是就是我用余光就看见 他们又飞天 然后又是 而且飞得很高 对而且又是古今的一个对望 就感觉特别感人 没错 其实说实话 最开始天上航天员 那个角色是留给你的 真的吗 那谁唱歌呢 如果我去飞的话 那你音应该飙得更高了 应该飙不出来 太高了 但真的好厉害 好厉害 而且后面尤其是有一个 应该是无人机 对 天上还会有这样的一个图像出现 所以就很难想象 如果在演播室 像这样的表演 是很难完成 应该是几乎不可能完成 因为那个无人机 他们拼拼造的一个形象 在室内是不可能完成的 昨天晚上在彩排时 我有看到那个图像 好厉害 我有拍一下照片 真的太厉害了 一开始只是放了一个风筝拉拐 所以我就是无意间 我看见有个风筝贵了 本来没有安排 就是说要去看风筝 忍不住 边唱 哇 所以我说你的彩排时间怎么那么长 那么一直在溜号了 欣赏欣赏 那个特别棒的舞美 因为真的我觉得很感动 就是无论他所有的舞美是一个古今 就从古到今大家想对天空的一个向往 包括我唱的这样的感觉也是一个 有一个这样时空的一个对话的感觉 而且我自己唱完之后都觉得很感动 因为七夕节这个节日本身就是很浪漫 对对对 所以他表演就应该把这种浪漫的感觉营造成 七夕节他表达的就是一个祝福和爱意 对然后我们把这个爱把它延伸的更广了 我觉得自己唱完之后 反正我是觉得很感动 特别特别想现在就回家看电视 看这个节目 好我觉得这样 这个今天七夕节这个机会难 感觉怎么样为难我 没有 周深要给大家带来签名照的福 好 同时也可以帮我们送一份那个七夕节的祝福 好啊 就希望 七夕节他表达的就是一个祝福和爱意 对然后我们把这个爱把它延伸的更广了 我觉得 有没有想要周深这张帅气的签名照的朋友赶快弹幕刷起来 最后我觉得对着镜头吧 咱们送一份七夕的祝福 好吗 我觉得就是最棒的一个祝福就是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 歌词不记住了 反正就是能够相陪慢慢到老就好 我觉得是最好的 太感动了 谢谢 今天周深不仅给我们带来签名照 现场还给我们送上祝福 还唱了一首歌 必须加倍的奖励 这是我们送给你的小礼物 好啊 还有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手绳 打开的就是本产品经验合格 那请扫码 本来想展示一下 打开了合格证和干燥器 可以展示 很开心 谢谢周深 我们晚会见 我们又迎来了